高宏安、陳煥宇、黃慧文、王宇文 都犯了貪污制罪條例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的利用職務機會 詐取財務罪 還有刑法第214條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重重依照職務機會 詐取財務罪來處斷 那我們的處刑的部分呢 高宏安的部分是判處有期徒刑 7年4月 使國公權4年 那未扣案的犯罪所得 新台幣116514元沒收 起訴事實包括三個部分 福報酬金的部分是判決有罪 福報加班費的部分也是做有罪 非福報加班費的部分 我們是判無罪 好 現在進行本院112年度 主重重依照第一號 背號高宏安等 判決的簡單說明 結論的部分 高宏安、陳煥宇、黃慧文、王宇文 都犯了貪污制罪條例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的利用職務機會 榨取財務罪 還有刑法第214條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那這兩個之間呢 是依照想像禁合犯的關係 我們重重依照職務機會 榨取財務罪來處斷 那我們的處刑的部分呢 高宏安的部分是判處有期徒刑 7年4月 使國公權4年 那未扣案的犯罪所得 新台幣116,514元沒收 其他同案被告的部分 陳煥宇是處有期徒刑1年 緩刑3年 負100小時的義務勞務 使國公權1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506元沒收 黃慧文的部分是處有期徒刑2年 緩刑5年 負240小時的義務勞動服務 使國公權2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5642元沒收 黃慧文的部分是處有期徒刑2年 緩刑5年 負240小時的義務勞動服務 使國公權2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466元沒收 陳煥凱的部分是無罪 那本件審理的範圍 起訴事實包括3個部分 福報酬金的部分是判決有罪 福報加班費的部分也是做有罪 非福報加班費的部分 我們是判無罪或不令爲無罪之欲之 那事實的部分高宏安從109年2月1號開始到111年12月25號的時候擔任立法委員 陳煥宇黃慧文王玉文從109年開始分別由高宏安依照不同的酬金聘用為他的公費助理 那明知道公費助理的補助費用不管是酬金也好加班費也好 都是由立法院直接撥入各公費助理個人的金融賬戶 並不能算是立法委員薪資的一部分 也不是對立法委員個人的實質補貼 但是竟然跟黃慧文、陳煥宇、王玉文有本件的犯行 我們認定出來的結果高宏安跟黃慧文的部分 一共從109年3月到5月、7月到11月之間 總共有8個月的時間 共同榨取金額達到74741元的酬金跟加班費 那另外高宏安、黃慧文跟陳煥宇的部分 他是從8月到11月總共有4個月的時間 認定榨取的金額是40154元 那至於高宏安、黃慧文跟王玉文的部分 他是在3月到5月之間 三個月的時間 共同榨取金額是8233元的部分 那就法院認定的部分 認定事實跟認罪的說明的部分 高宏安跟王玉文都否認犯刑 陳煥宇跟黃慧文的部分是坦承犯刑 在整個案件的審理當中 除了對被告的詢問之外 何一廷總共傳了8個證人 另外調取了以上的這些證據資料來作為佐證 那這一件其實有一個比較正義的法律問題 是在不法所有的認定時間點的部分 那依照我們的 依照何一廷的見解的話 如果這個不法所有的意圖的話 是要依照他預定的計劃 如果說在實用詐數左手犯罪之初 但是在還沒有把詐取財物取得實力支配之前 這時候就預知要做什麼用的話 主觀上是不具有所謂的不法意圖 但是假設是把公費助理的補助費用 在自己實力支配之下 因為偶然或事後的特殊需求 才做其他部分的使用的話 這時候呢 很難認定說 這個沒有不法所有的意圖的部分 那最後在良刑部分的說明 本件呢 其他同安被告有減刑的情況 其中陳煥宇有三個減刑的事由 他跟黃慧文、王玉文的部分 因為不具公務人身份 所以可以依照刑法第31條第一項的部分 減刑 那王玉文、黃慧文的部分 跟陳煥宇的部分 還有一個所謂的依照59條來減刑的部分 那陳煥宇跟黃玉文的部分 因為跟高鴻安 他共同犯罪的部分 都在5萬元以下 所以依照貪污自罪條例 第12條第一項的部分 也可以減刑 那補充說明一下 是陳煥宇跟黃慧文 雖然在偵查中有自白貪污的部分 但是沒有剿回 所以本件並沒有貪污自罪條例 第8條第二項的減刑的適用 那何怡婷、沈卓、高鴻安 位於立法委員的要職 那本人應該連結致辭 但是竟然為了增加立法委員可運用的零用金 所以網顧立法院邊緣預算 支付給公務助理補助費的目的 非法利用知務際會 榨取助理的補助費 所以這種情況 那陳煥宇、黃慧文、王玉文 都是公費助理 本來就不應該被立法委員的炸起 助理補助費 但是考量陳煥宇跟黃慧文 事後坦誠犯刑 態度良好 那高鴻安、陳煥宇、黃慧文、王玉文 四個人都沒有前科 各自依照他們的涉案情結輕重 跟犯罪目的、手段、知識水準等等 一切情況 分別良行處一開始所說的刑 跟齒鑼公權的部分 那另外陳煥宇、黃慧文、王玉文所處的刑 也給他緩刑的宣告 另外跟大家補充說明 就是所謂的不令為無罪 或無罪預知的部分 原則上 他們倍速的部分 如果說是以實際的酬金 作為基礎的部分 來領取加班費 之後繳回辦公室 當作零用金使用的部分 因為沒有扶報加班費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就沒有所謂的 他們所領的部分 是有所謂的合法權源 所以很難認定 他們這部分加班費的請領 有不法所有的意圖 或申報不實的情況 那其中有四個被告 是被判決有罪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令為無罪的預知 那陳煥宇的部分 因為一開始 都沒有扶報的問題 所以他之後 他一開始就沒有扶報他的酬金 酬金的部分 也沒有扶報加班費 所以就他之後繳回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預知為無罪 以上說明 謝謝大家 謝謝 我會在裡面待這麼久 是不太滿意嗎 會在上司 要說我們要幫他 做一個問題嗎 接受這個判決嗎 是怎麼小心喔 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小心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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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簡單說一下 我簡單說一下 大家就不要追求 好大家我好好看一點好不好 我們 我會再跟律師討論 然後當然心情上會受到影響 因為畢竟我一直覺得 我的薪資就是拿來買辦公室 同事們大家的一些用品 不管是飲料 或者是媒體上常常提到說 衛生用品 或者是乾母茶這種東西 實際上都是我買來給辦公室的大家 所使用的 所以並沒有所謂 給高同安適用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今天法官至好 有告訴我們說 加班費 他承認我們 大家都有加班的事實 所以我們並沒有虛報 加班費這一塊 對 所以 對於這樣的結果 我會再跟律師討論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辛苦了辛苦了好不好 對阿 大家就小心 小心行動好不好 OK 會覺得冤枉嗎 會覺得冤枉嗎 有料到這個結果嗎 那大家覺得我 那大家覺得我 好了算了 會再上訴嗎 會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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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覺得委屈嗎 對判決還可以接受嗎 另外部分媒體有寫 九月的薪資也是福報的部分 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連起訴跟判決都沒有在這件事情裡面 希望各位媒體可以澄清 九月份薪資並沒有包含在裡面 王玉文本人九月有正式的上班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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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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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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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